就算这术法我暂时无法施展 我也要将其创造出来 孟昊目中露出执着 全身修为轰然运转 全部激发的瞬间 巨像惊天 他的身后隐隐地出现了一座桥 这座桥只是模糊的虚影 若将清晰比喻为十成 那么此刻的虚影只是一成而已 可就算是一成 可充满的沧桑古老的气息 更有一种似不属于九大山海的规则弥漫 这规则带着一股逆天之意 仿佛要将苍穹轰开 将天踏在脚下 这气势更带着无上的霸道 仿佛目光所至 一切众生都要跪拜 至高无上 孟昊身体强烈的颤抖 他体内开的百脉原本都在发光 可此刻却快速一一暗淡 仿佛全部都被这桥吸走 眨眼间 百脉只剩三十时 孟昊目中露出疯狂与执着 他仰天大吼一声 体内除了那条鲜脉 全部暗淡 可在他们暗淡的刹那 他身后的那座桥 在那么一刹那出现了两成的清晰 仅仅是两成 就让鲜须三条古路全部颤抖 让星空殿堂内的众佬 纷纷心神轰鸣 好似被撼动 让外界所有看向这一幕的 地九山海修士 不少人喷出鲜血 更是让虚无降临了九座七彩石碑 九座银 九座金 九座七彩 举世震惊 这是什么神通 超越了道法 凌驾于秘书之上 这是什么书啊 莫非 莫非是传说中的至尊法 星空殿堂内各宗老祖 除了三大道门的三老外 其他人全部站了起来 神色震撼 至尊法 在灵性修为中 竟然创造出了至尊法 这方墓 他都悟性惊天啊 此法 他必然是无法施展的 可随着他日后修为的提高 如有一天到了仙境的巅峰 施展此法 能击杀古境的强者呀 殿堂内 众老哗然时 外界地久山海 关注着试炼的修士 全部骇然 目瞪口呆 他们不知道至尊法 可他们能感受到 当孟昊身后出现的那座桥时 自己的修为居然在颤抖 孟昊喷出一口鲜血 他无法继续支撑 身后的那座桥 眨眼消失了 而他的身体也恢复如常 只是满身的疲惫 仿佛大病一场 面色苍白 磕在他的双眼内 却是露出前所未有的精芒 此桥一出 至尊无上 那么他的名字就是 至尊桥 这就是我创造出来的第二个术法神通了 孟昊缓缓站起了身 在他起身的瞬间 外界万众瞩目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这一刻 看向孟昊 孟昊深吸口气 闭上了眼 在他闭目的刹那 他的神石散开 笼罩四周 四十九座石碑 猛的一息 这四十九座石碑全部轰鸣 散发出阵阵仙气 形成的那股柔和之力 直奔孟昊而来 使得孟昊这里 似形成了漩涡 不断的吸收之下 他体内的那条纤脉 好似活了过来 疯狂的吞噬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七成 这条纤脉 在孟昊没有来到先虚前 是虚幻的 可如今 却是以惊人的速度 疯狂的凝食起来 随着吞噬 那些石碑一座座消失 当最后一座石碑也消失时 孟昊体内的纤脉 赫然凝食到了八成 这是青铜古灯形成的仙谷道脉 超越了如今修士所修行的一切仙脉 此来自远古 在水冬流的言辞里 那是改了命 他凝食到了八成散出的纤维 让孟昊的修为骤然爆发 气势更是冲天而起 透出强烈的真仙气势 八成仙脉 让孟昊的真仙出现了质变 他明明还不是真仙 可这一刻的他 比之当初单轨成就的真仙 似还要强大 外界地久山海众人 全部轰鸣 目瞪口呆 呼吸急促 竟一时之间脑海空白了 感悟九十九处先须 创造两大神通 一共降临了四十九座石碑 前无古人 也许也后无来者呀 他会选择败入哪一个道门呢 议论纷纷 孟昊这里给了所有人一个前所未有的震撼 尤其是那些各宗的天骄 此刻全部都深深的记住了防目这个名字 将其引为生平最大的对手 这气势是真仙 星空殿堂内 各宗老者一个个都呼吸急促 目露奇光 他之前分明还不是真仙 莫非是创造了这个惊人的至尊法后 成就了真仙位 古老有传说 成就至尊法 可让人修为变化 看来 此话是真 不对 他还不是真仙 只是具备了气势 可却少了根 星空殿堂内众人言辞时 三大道门的三老 目中深处的希望之芒 越来越强烈 他们没有开口 而是全部看向孟昊 准确的说 是看向孟昊的四周 这方目已创造出了至尊法 按照道理来说 他应该是会出现在古路的祭坛上 就在这时 昆仑道的老者忽然开口 他话语一出 三大道门三老 双眼漠然收索 就在这时 梦昊的四周 那四十九个石碑 全部消失之后 突然的在他的前方 无声无息间 渐渐出现了一处阁楼 刁蓝玉气 充满了仙意 阁楼很是完整 屹立在虚无上 四周有青石板 隐隐还存在了一些奇花异草 成为了虚空里 似唯一的色彩 有仙气缭绕 在散出远古之意时 更有神圣弥漫 仿佛这里曾经是一处圣地 此格墨玉雕刻 为亚散开始 竟让孟昊有种仿佛之前 看到那九座桥的感觉 在此格的门前 竖着一块巨石 旗上写着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兵阁 这两个字是血色的 目光落去时 孟昊耳边听到了咆哮与嘶吼 仿佛真的是真龙真凤所画 外界地九山海的众人 他们还没等看清 立刻漩涡内的梦号的画面 瞬间模糊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突然没有了画面呢 众人全部惊呼 星空殿堂内三大道门的老祖 首次缓缓地站起了身 其他各宗的老者 纷纷一愣 他们也一样看不到了画面 自那仙格的出现 切断了所有外界的目光 居然真被人找到了 开启阵法 展开通天之术 没想到 等待了数万年 终于在这一次试炼里 等到了这一天呢 多少年来 三大道门想尽了所有办法 也无法见到仙格 取不出里面传说中的那样物品 当年经过推算 能见到仙格的人 唯有灵性才可 三大道门的老祖 神色极为严肃 三人相互看了看 彼此传音感叹了这三句话 其他人听不到 可昆仑道的老者 却是双眼一闪 隐隐明雾后 神色居然露出了激动 原来你们三大道门 这些年来多次的试炼 除了招收弟子外 还有另外的目的 其他各宗老者 似想到了什么 神色先是震撼 而后呼吸急促 以他们的修为 以他们的定力 此刻居然都颤抖起来 三大道门的道友 此事 这是我三大道门的私事 与诸位无关 试炼稍后还会继续 回答之人 是九海神界的老者 他目露奇光 与此同时 孟浩望着那座仙格 此格出现得太突然 似乎是因自己创造了 至尊法 这才显露的 与语子曾说 这里有九十九处先须 一处近乎完整的仙格 莫非此格 就是我之前 找不到的仙格 孟浩双眼收索 略以沉吟 他正要上前时 忽然的 他的脑海里 猛然间传来了 一个沧桑的声音 方墨 老夫九海神界 灵云子 代表三大道门 与你对话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只要你踏入仙格内 将里面一面 罗盘拿出来 那么三大道门 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 任何条件 只要我们能做到 都可以 孟浩双眼一闪 没有说话 可脚步 却停了下来 神色 反倒露出了迟疑 不用担心危险 这是你的造化 使然 老夫无法现身 因一旦现身 此格 就会消失 但你放心 这里 没有危险 略一沉吟 孟浩双眼露出果断 身体一晃 走向仙格 此刻的外界 看不到孟浩这里的画面 那三大道门的三老 呼吸微微急促 双眼露出奇异之芒 他们一样看不到 孟浩所在的世界 此刻只能等待 他们等了太多年 如今终于是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孟浩慢慢的靠近这座仙格 随着走近 这里的威压越来越强 可不知为何 这威压能阻挡所有人靠近 但偏偏对孟浩这里 随着他的走来 竟自行的消散 仿佛露出了一条专门给他的路 孟浩目光闪动 他没有在这里察觉到危机 沉吟中渐渐的走到了这仙格的门前 站在了那里 他深吸口气 猛的抬起右手 向这仙格的门一推 无声无息间 此门缓缓打开 在打开的刹那 有无尽的光从门内漠然散出 眨眼就将孟浩身影淹没在内 此光更是传遍八方 隐隐间凌云子凄厉的惨叫传出 他的身影竟是悄然的跟随在孟浩的身后 试图一起进入仙格 可在这光中 他的身影被逼出了 全身蹊跷流血 如被诅咒 带着恐惧与骇然 他急迟后退 毫不迟疑的离开了这片世界后 才免过死结 此刻在这仙格四周 只剩下了孟浩一个人了 而孟浩在那光里 没有收到丝毫的伤害 直至此光渐渐弱了后 孟浩呆呆地望着仙格内 倒吸口气 这里 孟浩呆呆 他看到的 这仙格中 放着一排排的架子 这些架子上 赫然摆放着众多的法宝 有烟雾如龙环绕的鞭子 这鞭子似以金面成 其上散发强悍的威亚 仿佛真龙锁链 还有古镜云雾遮盖 其内似封印了某种生命 还有一颗赤色的心 哪怕只是闭合 可给孟浩的感觉惊天动地 还有一尊顶 此顶下竟镇压着一只蝉蜀 不远处放着一把长枪 此枪通体青色 枪尖居然是骨头魔术 而枪杆的木 孟浩看去时脑海轰鸣 他认识此木 这是贱木 还有一把刀 此刀上沾染着黑色的鲜血 那鲜血内似还存在了意志 正发出惊天的咆哮 除了这些 还有一个罗盘 此罗盘看起来平淡无奇 唯独在中间的位置 镶嵌了一颗白色的水晶 这水晶散发柔和之芒 因它的存在 使得这罗盘顿时不凡 且看起样子 这水晶似可以取出 仿佛罗盘 只是为了将这个水晶的力量爆发出来 而创造的 种种法宝比比皆是 有太多梦好看不出作用 样子更是怪异 但无论哪一个 放在外界都会惊天动地 除了这些法宝 仙格内还有一张暗基 上面放着一些竹简 还有笔墨之物 孟昊呼吸急促 双眼露出强烈的光芒 脉步间直接踏入阁楼内 几乎在它踏入进来的刹那 这仙格的门自行地关闭 与此同时 一个冰冷的声音 默然在仙格内回道 遵从三大至尊的一命 若有灵境修为 创造出至尊法 可入兵阁 悬一宝 孟昊猛地回头 看向四周 这里除了它外 没有其他身影 这声音带着冷漠 似没有情绪 只说了方才那一句话 便再没有传出声音 孟昊精仪 沉默扫清后 看向那些至宝 怦然心动 这里的每一件法宝 孟昊都想拥有 目光扫过后 在那罗盘上停顿了一下 此罗盘 应该就是三大道门 想要让我取走之物了 孟昊目光闪动 扫过所有法宝后 沉吟起来 三大道门的试炼 有另外的目的 这个目的 就是让人进入这个仙阁内 获取他们想要之物 若我不遵从 怕是出去后 凶多吉少 孟昊有些不甘心 沉吟片刻 看着那罗盘 忽然双眼一闪 上前几步 一把将这罗盘拿下 在拿下这罗盘的刹那 孟昊从储物袋内 取出一把飞剑 用了全力 去将这罗盘中间 镶嵌的那块白色的水晶 撬动 想要从我这里占便宜 不可能 孟昊咬牙切齿 狠狠一翘 咔嚓一声 水晶落地 被他一把抓住后 带着笑容 小心地收入出屋袋内 又看了 又看了看手中的罗盘 觉得天衣无缝 看不出痕迹后 干咳一声 双眼闪动地望着四周 虽然说 只是可以取一宝 不过说不定会有意外 要试试 还能不能拿其他的宝物了 孟昊心跳加速 立刻走向那杆长枪旁 一把抓住 要将其取下 可就在他碰触长枪的刹那 立刻一股排斥之力 骤然散开 他与你无缘 你已取了一宝 可以离去了 仙格内冰冷的声音 再次回道 无缘 缘是因果的一种 也就是说 我与这法宝没有因果 孟昊眼中露出一抹奇异之芒 干咳一声后 双目突然光芒闪耀 与此同时 风邀第七进 尽因果之法 漠然展开 可不仅仍舍会 优优独播剧场目